嗨 各位小财神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就是画面上看到的 永丰大户2022年下半年的权益公告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很期待 大家使用大户已经三年了 那它在下半年的权益到底改成怎么样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做解说 我们赶快往下看 今天的主题就是下半年的权益公告 还有就是活除升级刷卡调降 那到底要怎么使用呢 包括我们现在还有后面这一整排 有没有看到 我们这一整排是大户跟BLVCK做联名的限量的黑虎 那我们这边一共有六支 也在最后会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东西要怎么样送给大家 这个很期待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赶快往下进入我们的主题 那当然最后我们的月月存钱月月抽奖 也是本团成员限定 就是欢迎大家参加 第一个 它的会员权益更动表格 大家可以看 上半年的部分应该都蛮清楚的 下半年的部分呢 有一个重点来了 大大的等级完全没有做修正 但是大户的等级有了 那么1到30万里面呢 你可以拿到1.3%的高利活储 但是30万以上就是一般的排告 大概是0.0几左右 就感觉上就比较少了 不过呢 你的跨行提款转账免手续费次数 一样都是20次 并没有做修正 所以这一点呢 我相信大家就是 应该是一则一洗一则一优 这个洗的地方是我们的活储利率从1.1% 调升到1.3% 但是优的地方就是 50万只能够存30 那剩下的20怎么办呢 我就建议你移往其他的高利活储的账户 比如说联邦银行他那个10万块以内有这个2% 或者是远银banking有这个2.6%可以存5万之类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一些钱分散到其他的地方 或者是存网银 其实也都有这个1.25% 或者是多少3% 将来银行的3% 都是你可以考虑把钱移过去的 那大户的部分呢 请大家就是放30万就好 不要放超过 因为超过的话利息就不高了 就是蛮可惜的部分了 刷卡的权益更动其实也是蛮严重的 比如说这个指定1%加码的部分 就是账户自动扣缴 上半年一样就是大大全无 然后大户是1500 但是在下半年的部分呢 大大一样还是没有 但是大户的部分只上限调降到600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等于是你是大户等级的朋友 那么你每个月能刷的金额呢 国内2%海外3%只能够刷6万块钱 超过6万块钱的部分 只会剩下国内1%海外2% 这个是蛮可惜的 好 那再来就是指定特色通路的部分呢 上半年是每个人每个月上限可以拿600 回推大概是可以刷12000 那现在一样也做了调整 每个人每个月上限只有300 所以回推大概只能够刷6000块钱 很可惜 但是呢如果你还是有常常使用这些指定的 11住行预乐通路的话呢 还是可以使用啦 好 那他这一次呢 通路更新有新增了某些特定的通路 比如说停车大声工 然后马迹富 台南精英酒店 或是杰斯旅台南十旅馆 悠游卡自动价值 所以我觉得亮点是悠游卡自动价值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每个月1号早上9点 然后来抢这个JCB10% 那么如果你都抢不到的情况之下呢 这张卡片反而是你一个好用的替代卡 等于是你自动加值一次500元 回馈25元 好那就是5%嘛 好那你最多可以加值个12次 也就是6000块钱 你都还可以拿到300的回馈 好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另类的使用方式 好就提供给你参考这样子 那其他通路的部分呢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没有做任何的删减 所以你们平常如果会把它拿来买旅行社 航空公司或饭店类 那就符合资格 或者是你可以拿来做Uber Eats 或FuPanda的这个叫餐服务 也可以 或者是你拿来买电影票 这个益文票券 电影院消费 Netflix Spotify 这种拓源 都还是一样可以拿到最高7%到8%的回馈 好再来往下 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是大大你该升成大户吗 好这是一个还蛮令人尴尬的问题 因为早期的话呢 因为大大跟大户的等级 其实悬殊差蛮大的 就是权益的部分 但最近的话其实因为不断缩血关系 感觉上是还好 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啊 比如说30万以内 你的证券交割户用大户数位账户 一样有1.3%的高利 所以这个也是还是可以用的 但是你就不要存太多 30万左右 其实还算够用 OK 那刷卡回馈一样有国内2%海外3% 但是每个月的刷卡上限就是6万 我其实都没有刷到那么多 但是呢其实回馈条件 大家就是会有反感嘛 这是没办法的 那特选加码通路的部分呢 在大户等级 一样国内7%海外8% 不过你每个月上限只能刷6000块 明显的就是缩水不少 也希望在下一个年度 大户能够提出更有吸引人的刷卡方案 不然的话大家就不用了 很可惜啦 那怎么样才能够从大大升成大户呢 很简单 你只要往来达10万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开户之后的首个月 都是直接让你享受这个大户的等级 但是呢 你还是必须在这个月内赶快存个10万块 或者是等值的外币 或者是买ibrand基金 share shares 之前有介绍过 或者是每股ETF债券 这个都是可以的 不过提醒大家 永丰金证券分公司 跟永丰银行是两个不同的 这个分公司 所以你在大户头里面 就证券那边的大户头 买的台股跟美股 甚至是封存股的台股跟封存股美股 其实都是不算在证券这边 其实都不算在银行这边的 这个10万块的计算里面 所以你还是要放个10万块钱 才能够享有大户的等级 所以这是比较这个麻烦一点的啦 那我都是怎么使用大户数位账户呢 这边我们也更新了一下 我们这个最新往来的这个资讯 你可以看 我从最初边开始 我是大户的会员 其实一开始 做分极致的时候 我就是大户了 因为我都有放钱在里面 那我的外币存款呢 目前大概是7000多块美金 所以大概是20几万 所以就一定就符合资格了 那台币放的比较少 台币我大部分都是放在Banky 因为Banky我有500万以内 2.6%都还没放满 所以我最主要的资金 会优先放那边 但是大户这边的话呢 有钱还是会放 因为毕竟还是要做股票的扣款交割嘛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会用 或者是要买外币左右 那我的证券资产 其实也算是放蛮多的 上一次权益介绍 我大概是放100万左右而已 这半年呢 又多放了接近50万 所以现在是143万 我希望今年年底的时候 再来跟大家做资讯的更新 已经来到200万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代表说 我很努力的再把钱放到证券那边 然后赶快累积自己的退休资产 这是不错的 那先从最左边开始说起 大户 要怎样才能够成为大户呢 就是当初要投资美股 我已经换汇1万美金 大概30万台币已经换进去了 所以这个是持续的投入美股 那也持续的买入美金 再补足 是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可以让大家马上成为大户 不错 如果您有一些外币的账户 比如说在台新Richard 或者是在第一银行的 那你也想要把那个钱 直接汇过来 可不可以 很简单 教大家 有风金证券有一个 风易扣的功能 那你可以把他行的外币 吸入大户数位账户 那就是零手续费 比如说 这边有七个步骤 第一个 记得先去开立有风金证券的账户 接下来呢 在APP里面 风管家APP里面 开立信托管理账户 那开户完毕之后呢 你就可以跟你的证券音乐员 约定时间去分行 填写他行的外币账户扣款申请书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写上你的台币 大户的外币账户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 比如说Richard的外币账户 那再来呢 把这个申请书递交出去之后 大概要14天 两个礼拜左右 他们会把这个申请书交到该分行 比如说Richard那边去确认 是不是你本人 合应成功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有公金证券的 封存股这个服务里面 发起扣款 把钱从其他的外币账户吸过来 国内有配合的 大概有30多家的银行 都是零手续费 所以这个是很方便 就是把钱扣过来 像Richard之前 我有放2000美金 但是我就不想要卖出 再外汇过来 所以我就透过封益扣 前前后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我就把钱给吸过来了 所以这个呢 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用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像玉山银行 玉山银行它的外币账户 其实可以连接PayPal 那我在国外有做PayPal的收款的部分 可以汇到玉山外币账户 这中间会被收2.5%手续费 那之后呢 我再透过封益扣 把钱从玉山外币账户 就是一毛不差的吸回来我的 这个永丰账户 那就可以来进行美股的投资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错很方便的功能 但是都没有人知道 就提供给你参考 那你的账上主要有3500美金以上 其实就是符合大户的等级 所以就提供给你参考 那我这边的外币跟台币存款呢 最主要我都是透过 换汇优利定存来做乘坐 比如说换一个美金7天年席 那有7%的这个利率 换算起来大概是让分3.75% 我就觉得还可以 所以我就可以用这种换汇的方式来 就是累积我的外币资产 或者是你可以参加台新 或者是玉山 它的外币优利的活存或定存换汇活动 那你累积到的资产呢 再透过封益扣把钱扣回来 我们的永丰 也是一个不错的做法 那证券的部分就是 我最主要的累积退休金的资产 台股放50万 美股大概放100 但目前台股获利比较多一点 但美股大概是亏损 因为现在整个趋势是大跌的情形 所以我的平均报酬率是-10% 但是上一次半年前更新的时候 它的报酬率不错 我大概接近10% 所以它的这个波动服务是蛮大的 提供给你参考 那我都怎么使用大户现金回馈预计卡呢 我最近比较常去做这个住宿跟旅游 比如说之前去韩币楼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大溪威斯厅 其实我都有带上我们的大户卡 那大户卡其实在饭店类的消费 全部通通都是7%回馈 就蛮好用的 像我在韩币楼checkout的时候 其实我就叫他把我的账单就是分开 就是防账的部分呢 我就刷大户卡 那个时候好像刷了8000多 所以就是拿到了8756 就拿了500多块回馈回来 蛮爽的 但是防费的部分就只能用大白刷 这没办法 因为大白才有升等的优惠 所以一定要刷那一张 好 艺文票券 如果你常常去看电影 或者是年代宽宏线线上售票 常常买的 这张卡片也可以拿来使用 或者是美食外送的7% Foodpanda Uber Eats 都可以拿来做这个绑定扣款 都蛮好的 那接下来要讲重点 就是本团的大户黑虎限量赠品来的 这个你们如果凭却重选抽中的话呢 你可以拿到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质感的黑色的盒子 那这个盒子呢 他们是用这个打亮披上去 这边是亮披 但是它整个面是雾面的不错 打开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你的黑虎放在里面 我已经把它拿出来了 所以这里没有黑虎 但是呢你可以拿到有一个他们给你的感谢函 就是感谢你是大户的好朋友 Thank you 然后呢这是一个做起来非常有质感 有厚度的这个申请 感谢书这样子 那你的大户呢 你的大户黑虎就会在里面 好 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 这个做的蛮有质感的 那当然还是要跟大家讲哦 就是他们不会只有这个样子而已 好他还有给你一个他们自己专属的一个 那叫什么 纸袋 还不错 这个纸袋呢 我也会一切一并给你 正面是BLVCK 背面是大户 然后呢 这一个盒子 我就会把它装在里面 然后让你给带回去 这个是都设计的刚刚好了 好 有没有 超级有感觉的一个很棒的赠品 哈哈哈哈 好 这个真的是 大户真的是很用心在做这些商品 这令人觉得非常的这个很不错 那这只黑虎呢 它的做工非常的细致 包括连这个虎有几根毛 这个胡须的部分都有做出来 让你看他的眼睛 然后还有给他穿衣服 所以这个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质感 听说这个一支的成本是三到四千块钱 那我特别争取了五支要给大家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给呢 来看看我们这边的这个简报 你就知道了 这是我去大戏卫斯厅的时候 把它带过去那边拍照 真的是蛮可爱的一支 这个限量赠品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千万把握机会来入手 这样子 我总共有五个建议的平台 Facebook Instagram 现在的YouTube 还有Podcast跟Telegram 我们这五个平台都会各送一支出去 那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够取得呢 简单就是分享心得留言 那这样子的话就有机会可以拿到 那我会根据大家留言的这个状况 然后来挑选出写的最好的一位 那我们这边的YouTube限定的活动办法在这里 你可以简单看一下 就是时间是6月22号到7月22号 为期一个月 那么参与这个平台的赠奖活动 你可以拿到 大户别有VCK质感黑虎一支 或者是我会抽出10个人 每个人赠送宝可梦100积分 那你可以在月底的时候来兑换小期100元 所以总共是1000块钱吧 那我五个平台就是额外再多 那个撒5000块钱出来给大家 然后也请大家就是认真的参与活动 完成订阅本频道 然后再加上留言 大概40到50字 你的大户这三年的使用心得 那你应该把我们这支影片 分享到你个人的那个YouTube的 这个社群页面里面去 那就可以截图来回报参加抽奖了 好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会在 大概是在8月初左右会来跟大家公告 得主 然后请你就是给我你的收件人资料 我就把东西寄给你 好 就是这么简单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举办一个就是半年期的 月月送1000积分的活动 这1000积分你可以兑换 小期1000元 或者是小期500元两次 这样子 好 这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你只要加入我们的大户Telegram 那么每个月 利息入账来回报 你就可以来参加抽奖 比如说10万块 然后一个月的利息是多少钱 你就来回报这个数字 或者是你存30万 你就有三次抽奖机会 10万块一次 20万两次 30万三次 大家的抽奖机会 并在一起之后呢 来随机抽出来 但其实不是只有送1000块 我有时候会送比较多 送2000送3000都有 就是看心情而定 但是至少一定有送1000块给大家 所以这个就是1000积分 想要累积大量累积 包括MOMUG积分的人 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存钱 利息参加抽奖 这个是一定的 那这活动从7月1号到12月31号 至少会举办6次 那下半年 再下一个半年 就是要看那个 接下来的优惠怎么样 我们才会举办活动 这样子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加入 我们的TG社群呢 请你扫这个QR Code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加入办法 那就欢迎你赶快来 解任务参加活动 这样子好吗 那其实这个套位 我真的是蛮可爱 我把它放在我的肩上 然后这样去排一张 我就觉得 真的是很可爱 那大户他们也其实真的很认真 每次都在找不同的品牌做联名 这次走的是 法国潮牌BLVCK 那下次还会再找什么品牌 就不知道了 是AVEDA吗 AVEDA 其实他们也有做一组 很棒的赠品 那个是沐浴乳啊 然后洗脸洗澡的 我是本来想说 要跟他要个5组到10组 来送大家 不过 因为他们还来不及做出来 所以我没有办法送大家 所以这次先送大家黑苦 接下来还有其他活动的话 我一样会做影片 跟大家分享 也请大家不 不另于按赞留言 分享我们的影片 让更多人来知道 大户的美好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